台中的朋友大家好,我叫彼彤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我也是彰化人 那我現在都在台中工作 那過去我也有就是在政黨政治裡面運作過 那現在呢,自己是一個上班族 那我覺得當志工這件事情,然後哲家兄有找我 我覺得說台灣的人不可能 比如說從睜開眼的第一課請到閉上眼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你這一整天都投入這些公營運動還是怎麼樣 因為平常大家一定有自己的工作,一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種怎麼樣的方式 大家有時間,然後可以互相輪班 或者怎麼樣的方式來讓台灣更好,讓台中這個地區 中部這個地區更好 不然其實我一直也在看啊,過去我是都待在高雄 那台北也曾經去過 發現,不管是台北或高雄 對於這件事情來講,正熱情非常的多 我看到資源應該有同感 台中感覺,似乎對於這邊這樣的事情 公民運動的事情都比較保守,需保守 那我希望因為我們的站出來 然後可以帶領更多的年輕的話 我講一下我是七年級生 如果說可以有七年級生,八年級生一直站出來的話 我覺得台中會更有希望 好,那台灣會更難這樣子 那有機會的話,跟大家就多做交流 謝謝 然後我本身是台中人 然後我現在是自己接案子做收穫 其實我自己本身之前是在法國留學 然後從法國回來之後 有嘗試的在台灣找工作 然後其實也有在台北工作過一段時間 但是回來之後就覺得非常不適應 就是這整個台灣的環境 無論是工作的環境或是其他的 就是讓我覺得很心碎 後來之後我都搬回來台中 然後就自己來接案子做 然後希望今天透過這個活動 能夠在場的這些新朋友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因為其實我們台中真的還蠻缺人的 你看這兩位都是很髒話的 台中只有我一個 所以還蠻孤單的 所以就是知道在場 欸對,英修也是台中 不過他現在是待在高雄 所以就是如果今天在場的有在台中的朋友 他可以的話就加入我們的志工的行業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我們今天這個活動有什麼問題 有嗎 嗯,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看一看 欸有,好 我想了解就是說 就有關那個討檔產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 除了說要推動那個 討檔產的部分 連鎖的部分之外 再推廣就是說 讓大家認識檔產這個中心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 文哲 文哲說把那個電腦打開 然後上一個 檔覆格的我們官網連結的那個檔覆格的那個東西 就是說那個 這個現在喔 就其實喔 檔產運動你知道喔 有趣的地方是 現在有很多的網路鄉民喔 那其實都是可能自認識 有一些可能是不認識 那他們用很多的方式 在支持 跑檔產 這個檔產公投的這個運動 那其實你剛才講的那些資料 甚至那個一些行動 都很有趣 而且非常的穩 今天應該那個 三立新聞會三立的新聞喔 就是台北舉辦了一個 叫做檔產機車友的一個活動 那三立友去採訪 那我們高雄已經舉辦過 檔產為旅行的 那台南就有舉辦 那他們就是因為上傳播版的關係 所以那個台灣新節目 都開始在談這個東西 打開 我給你看一下 那個我們的那個 一些朋友製作的 那因為你知道 台灣現在雖然我們說 他是一個民主的一個狀態喔 可是還是很多人 還怕就是 復廣 因為你做這些事情 可能會被 可能工作場所或什麼 可能會受到一些壓力 所以我們有很多朋友 沒有辦法復廣 在做檔產 他們做了非常好的資料庫 那還有一些朋友 都是跟我們有合作的 有當場歸零聯盟 有G0V的這些朋友 都是跟我們一起合作的 那我們甚至有一個東西 就是上那一個我們的官網 官網上去我們就有一個連結 台灣附格的那個連結 裡面吧 這是官網台灣附格那個連結 然後你看一下裡面的資料很詳盡喔 什麼都有 還有那個黨產揭露 非常非常的詳盡 而且其實 資料很多 只是台灣人沒有機會去那個 如果我知道的話 你會發現 台灣非常的那個 今天柯P有一個新聞喔 這個東西 其實雖然跟黨產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也有關係喔 柯P講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最大的問題 因為他最近不是因為這些 政商關係 就過去累積的政商關係 他們那些BOD案全部都是 背後的一些大資本家吧 那他很痛苦的說 其實台灣最大的一個問題 是複雜的政商關係 應該是國民黨過去建構的體制 所形成的複雜的政商關係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啦 我覺得非常非常難解決 那國民黨跑黨產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裂解國民黨是要做什麼 把黨產曝光 然後透過黨產清算的過程裡面 裂解國民黨的政商關係是要做什麼 是要建構台灣一個 比較正常的產業跟市場的秩序 讓沒有背景的一些企業 也可以因為比較正常的環境 而成長茁壯 我覺得你 誰可以包得到政府的工程 只有一個關係的 所以你知道黨產運動 黨產公投 他說這個運動 其實是再造台灣的一個契機啊 好 上了沒 小朋友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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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帮我啊 帮我不是有理解吗 你是谁哦 那个Ryan那一个不是可以 Ryan 你继续你的 你是不是有连结党产大公 你继续你的 然后党产大公 哦 我说那个党产大公是一张图 对对对 然后我其实是说 里面有很多的连结 那它连结全部都是质量 包括所有 还有党产地图 还有所有的那个 但党产最重要 其实不只党产地图 还有 其实那个图有一些看起来 你根本有话聊乱是他的那个党产 85%都是投资事业 是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公司行号股票 那这些东西 你说他复格进来了吗 因为当时他说 看他那一个连结里面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张 不是只有一张 那个是做游戏用的 然后那个网站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有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 这一个 然后你把它打开 不是打开 对 他的所有的 不是这一个连结旁边 这个吸墨这里 这里旁边 对 这里 这个吸墨 对对对对对 好 把它拉开 你看 再拉开 再拉下来 再拉下来 然后复格这里是什么 哦这个这个这个 连生乐园这里 有一个当场揭露在哪里 现在拉下来 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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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场揭露网 来 我们看一下当场揭露网 对 你看一下 当场揭露网是我们的文明制作 那因为很多人不敢曝光 据说所以这些东西 看一下光达当场的资料 非常非常多汗流冲动 你只要上场的资料 你只要上这个组织 你看一下 看投资公司就好了 你看投资公司 你看一下 这是投资公司 然后你也可以 其实可以在上面找到 那个相关的资料 所以资料其实都有 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都会分享这些东西 所以党产的资料 没有非常非常多汗流冲动 只是怎么去消化它 对对对 其实都可以找不到 就我们觉得说 之前酸包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释出了很多 有关是懒人包的东西 那 懒人包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 从 其实 虽然 在台湾的大学补击率很高 很多人都有大学学历 但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大学生 做报告的程度是怎么样 消化资料的程度是怎么样 所以说 即便台湾大学生很多 但是 对这种 表格数据上的东西的消化 跟认识 跟阅读的能力 其实 不是很够 但是对于懒人包的部分 里面也许数据不是很正确 或是说不是很详细 但是是提供了一般人 有一个切入点 有一个基本的思考逻辑 可以 有一个基本思考逻辑 有一个基本思考逻辑 去慢慢去 再去 激发他一个 对这个议题的兴趣 再慢慢再去 再去 激发他一个 进一步去消化其他更细的一些资讯 我个人是觉得说 你说用懒人包的方式 懒人包的方式 或是说更简单 例如说他可能是地区性的 例如说 海中 中区 南区 然后 这区哪些是 曾经 曾经是日趋时代 然后 不用列很详细说 他 什么 经过什么手法 什么什么 然后 什么几亿几亿的 可能就简单就是 哦 之前是 日治时期的 然后 革命党 后来 接收的时候 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现在是谁 他又被转手给谁 他就 一个简单流程 然后就 一个列 只要对自己周边有兴趣 因为 我觉得 一般人对 离身边越远的东西 对他有兴趣 更热情 我跟你讲一样 就是说 每一个地方的 县市的这个 所谓的党场的 这些资讯 在里面都有 所以我们需要 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在地的 伙伴们 或朋友们 他们有兴趣的 从这里头去抓到 对对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县市一个县市 因为 我们现在已经 就是说我们没有 那么大大大 这些都是那个 网友 乡名网友 他们自己制作的 他们已经弄在那里 就是素材要让大家去 像我们高雄 我们就 因为我自己有研究 所以我们就做那个 我们台南就有 当产为旅行 就是都是立基于 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 去找出来的 所以 然后台北也是 啊 他们今天办的那个 当产汽车友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需要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 人 有兴趣去做 我记得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 那个 灾能初学 那个灾能初学 他有做一个 就是那个 国外他有一个 什么 有一个 什么 课程翻译 有一个 开放课程翻译 开放课程翻译 他就是直接 弄一个平台 他有一个资料在那边 你有兴趣的人 有兴趣的网友 我们再看一下翻译地图号 就是说 对 有那个资料 但是你有个平台 他可以去 有啊 不是就是网站 网站 那他可以有一个 你可以做一个 格式 然后他整理好 就放在你这边格式 就会展示出来 也是说 就设计 就比如说像维基百科 这样子 维基百科 对 那你弄一个 一个 维基百科 就是一个 东西 看一下那个 港产地图是在哪里 应该是街肉网 里面应该有个港产地图 对 诶 米奇我想看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上去编辑 他就是说上回几百科 可以讲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 每个人都可以上去 每个人都可以上去 就是 你可能有 你就变成一个平台 我 我 我有一个想法 OK 我先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网站的资料交给 这些网路相比 所以 那我想说 有一个这样的思考方向 然后 因为 诶 怎么讲 就是说 你去拉一个志工进来 要平平平平平平感 跟 放在上面 大家自己上来看 自己有兴趣 自己在那家没事 就上来 今天我有空 我再弄一下 我觉得那个速度 跟你找一个人来弄的速度 跟 那个 就像 之前 中区有 那个什么 小蜜蜂 那个叫什么蜜蜂 那个 那个 他 应该是目前 其实他们这个 他已经把全部的资产 应该都已经列上去了 他只是缺乏人家去做 在地的哪一个区域的 做分类去把它拉出来 做整理而已 就是没有 不用再加 应该是没有再编辑 需要编辑 你只是要把 比如说我是彰化室 那我就去找彰化室 有哪一些 有来去找 对 我就去找彰化室哪一些地方 我就可以自己把它拉出来 自己做一个男人包 彰化哪一些地方 或许我自己可以办一个 唯一旅行 像 形影响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不用再去做 补充了 目前 他这个资料做的事情 差不多 要让人线上来 编辑 然后去发展到 整个小话 都有 变成一种 比较简单的 不过这个资料都有 你应该是 你要再拉出来 再去做一个男人包 这样 对 对 对 这个东西 资料全部都是开放的 只是这个下车网站 当然是私人的 对 对 对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90万的民属民民 我这一考虑 就是说 西方政府 有这条民事 必须要政府建许 对 那具有教师资格的 公园是资格的 他又不敢上来 我可以理解 据说会有恐惧 对 我跟你讲 其实台湾的恐惧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去年 有一个年轻的伙伴 他参与市议员的全局 那他的爸爸妈妈 只要闹离婚 然后 可是后来他还是坚持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趣 就是说 台湾人 因为过去我们威权的时期 其实民族转型没有很顺利 所以很多东西要做的 包括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 其实是恢复过去的一些 包括民遇 然后恢复过去的一些 整个国家用暴力去破坏的 这些东西 要进补偿 赔偿甚至 司法审判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 对民主国家的一个价值的 重新的确立 然后让过去的人民 他们的这些内心的恐惧 就是说 尽管他内心的 因为台湾没有做 所以这些东西都留着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抗免一个 就是那个恐惧 这个我们目前做不到 除非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工程 在做这个工程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知道有一个病叫做PDSD 就是所谓的创商症候群 政治也有 政治的意思是 台湾在过去威权统治之下 我们都得了一些 就是如果那是一个创商 我们创商之后 不会在1987年7月15号解研之后 那个病就消失 也就是我们是进入到创商症候群 就是政治上的创商症候群的这个阶段 这要一个清理的过程 才能够慢慢去把这个东西放下 就很不幸台湾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做 那只能鼓励 而且告诉每一个人 应该要为自己的那个企业奋斗 对啊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我去一个人 你出来的参加工营运动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 在台湾的不正常社会 还是有一些要自己去克服 我们做 我们没有办法起到保护作用 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两难之处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做 就是因为这样 你不能说 你恐 就说因为我们恐惧 所以我们就不做 这样就刚好就正宗他们的那个 对 是啊 大概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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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件事情 很多台湾人都觉得什么事情 反正国会 比如说很多我们遇到很多国会过半 我们党产是不是就过了 我那不容易啊 我举个例子 这一次台南市议会民进党集有28位 国民党集16位 选出了谁 选出了李全家 为什么 因为民党成千万 那你自己想想 如果 新的国会 国民党没有过半 好 那我们要来处理国民党的党产 要通 就是说政党不当取得这些那个财产的这些条例 那请问一下 国民党说 我当成一千亿 我只要买个一个人给个三亿五亿 我买个五票关键票 花个二十亿 干不干 会不会让人被买走 告诉我们绝对会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在地方上全局都要花大钱 他钱怎么赚的呢 所以一点雷 所以 这就是我们公民信任民进党他自己去做 就是说 以为他会帮我们破坏 你要把他当做他真的有他自己的利益的考虑 这是为什么 我们才会很 当我们喊出自己国家自己就是很成正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公民说 这个国家的新亡 这个国家的问题崩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就应该要拿出我们要尽责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问他说 所以你有想 我们其实来台中 其实去年一百 今年一百 不只台中 我们是全台湾都要走去 我们也要做到我们的事情 大家都是有头楼 都是业余的时间 为什么会愿意做这些事情 就是一个东西 当然就是主动来讲 积极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为台湾做一些事情 另外一件事 我们有感觉 我在国外的生活 我过去十五年里面 我差不多超过十年的时间都在海外生活 那其中有好几年都是在欧洲 那我看到人类世界有一种生活方式 是比较接近天堂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台湾人工作 比别人累 但是你活得真的很不像样 所以黑人是黑人有感觉 我像他刚才说 我们都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的后天主要说 不可以共同 在我们台中有 我朋友说 其实我们比较大的心理 现在是 有人在做网上的这些资料 他们做后勤的工作 我们出去收联叔叔 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 他们如果在外面 所以我们在高雄都做街头选讲 他们知道了 他们愿意回到家 自己下载网站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跟很多社团去游说合作 所以很多社团也去动员他的那个 那你说会做不成功吗 其实只要台湾人有那个意志 不会做不成功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现在不是民党最低名的时候 也不是国民党最壮大的时候 最壮大是国民党在1980年 70年代 80年代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候 那你有发现一党独大 他怎么会慢慢的变成 好像有另外一个可以取额代謝政党起来 民进党怎么起来的 那时候的党场可能会比现在更夸张 那时候更法律 更没有法律 为什么在国民党控制那么多时候 都可以衰退 民党会把它给推翻 曾经推翻 为什么 国民党有条件 有组织有条件 有条件 民进党都没有爱吃的 民党会有些利益 每一次 我记得1980年代 都1990年代初 听到这些所谓的 早期的党外前辈 后来什么民党这些 异议人士他们在抗议 他们在街头宣讲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 我们高雄那种老温公园宣讲的时候 很多人听到留言的 回去之后去干嘛 把他的社会关系贡献出来 帮他打电话 帮他去嘴皮 去够皮 去扭皮 那就是要讲 将你的社会关系贡献出来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讲座 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志工招募 知道他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得了很重要 我回去 跟我从我的周遭 所有的朋友 亲戚的关系贡献出来 是这样子一步一步 用单兵装脚的方式 把他给打败的 这就是我们走过来的道路 难吗 很难 但做得到 可以 民进党1986年成立 14年就可以执政了 新的力量难道不行吗 给我们15年的时间 我们来做看看 我们应该要告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干嘛 给我们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行 但至少我们为下一代 留下一个更好的 我们的一个国家跟社会 这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初衷 我希望我们台湾人 不要再活得不像样 真的 这请问基金车银 有熊泰国的初衷 所以我们终于满风 可以车会来到我们 让你这条楼天管做一遍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基金车银很有趣 基金车银不是 它这个团体是 你知道经济上有所谓的 白手起家有没有 白手起家 政治上唯一素人 没有明星光环 没有人知道的 完全都是默默无闻的 然后这样在做的 白手起家 政治上的白手起家 就是基金车银 现在的所有的第三世界都 因为他们想要很快成型 所以他们会拉一些 媒体上很知名的人 基金车银全部都是素人 而且都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这很有趣 这非常非常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很感动 对啊 好 我想希望大家在这位来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全部有熟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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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